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而男友几乎每次都是出来迎接 事发当天董协现身机场也被记者拍到了 细心的抖腿网友发现这身衣服和当天前往男友家装的衣服一模一样 这就说明 下了飞机就直奔男友家 而照片出现的中年男子 高个子 寸头 黑白眼镜 和之前被拍到的正是同一人 看来二人交往时间确实不短了 也有网友爆料只是为倔强的负伤 不过看他搬东西的样子 倒是还挺接地气呀 今年五月份就已经有网友爆料过 在外面吃饭时 看见董协带着儿子和一名男子一起吃饭 行为直觉还比较亲密 随后媒体试图联系董协身边工作人员 但是对方却表示不回应 那这种不澄清 不否认的态度 是不是谋认了呢 也有网友猜测可能因为之前的形象叛大太严重 所以这次选择了低调 毕竟之前婚内出轨王大志 并且在海南海口某民族机吻的画面实在太美 视频画面显示 董协被对镜头正在打电话 二王大志走到他身边 亲吻他并且手很不老实地放在了他的臀部 视频曝光后 二人并未出面澄清 双方当事人均监口不严 更让人觉得恶心的是 董协和谭月明的离婚 把私人事情上升到公众视角 互相揭短 女方的工作室声明 潘氏度成信件下巨债 还非常粗鲁 随后有人爆料出这朵盛是白莲花出轨了 然后董协工作室立马发表声明 罗列月明歌述宗罪状 这估计是工作室回应 最快的一次吧 总而言之就是在说明自己是个好妻子好妈妈 但是 你 偏月明 大猪蹄子渣男 还放出了丈夫在赌桌上的照片 但是有还过的网友指出 这就是基本的赌牌 并不能说明是赌成性 而潘月明还以为是董协工作室瞒着董协遭遥 所以只致问工作室 并没有说董协哪里不好 经过这次打击 潘月明的事业大幅度下滑 直至前年的百叶追修 才迎来了事业的第二春 近两年董协的事业貌似也在上升期 在综艺上频繁露面 还带着儿子鼎鼎参加了妈妈是超人 就是企图用孩子洗白吗 除此之外还接连出演了《三国机密》 《如意传》等热播剧 尤其是在《如意传》中饰演复查皇后 但前一阵潘月明的前经济人一字微博 又掀起风波 因为前一阵的延续攻略大火 而这两部剧中都有复查皇后这一角色 难免会被人拿来比较 青蓝饰演的皇后成为一大片人心中的白月光 据称董皇后上线时还满了热搜博眼球 甚至满通搞夸自己年轻 周旋已经老了 而且东小姐还有一个神秘的团队 小米5团队 为啥称为小米5团队 是因为今年三月份起 微博评论可以显示手机型号了 我们机智的走腿网友就发现在董捷工作室下面的评论 大都是小米5的机型 然后后援会啊 资源站啊 这些官方账号的机型 恰好也是小米5 换用书回来 潘月明好友陈芷希表态 我就是喜欢秦兰的富长皇后 其他人就被演了 演啥也醒不白 越做越死结果 因为这条微博引来粉丝的dis 然后 人家骂了回去 并向你扔了大瓜 原来潘月明的父亲身患重病时 想让孙子鼎鼎过来看望爷爷 结果人家女帮说 没有这个义务 暧昧心中的冷清秋啊 咋这样了呢 正如网友说的 这是一手好牌打得稀巴烂啊 不过两人已经离婚多年了 现在都已经重新出发了 我们也知道娱乐圈的真假难以辨别 我们还是抱着善良的心态 祝福两个人各自安好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